澳洲大堡礁延免2,300多公里 丰富的海洋生物又有其中 大堡礁就像海洋生物的大家庭 今年迎來五年一度的體檢 卻傳來壞消息 大堡礁的未來展望 從糟糕調降到非常糟糕 讓生態學家心痛不已 破壞權來自人為因素 氣候暖化過度餘裂 加上沿海地區土地開發 繽紛珊瑚成了一片慘白 摧魁禍首就是氣候變遷 地球均溫已經上升將近攝氏一度 二零一八年四月 澳洲政府宣布投入將近四億美元 挽救生態浩劫 一種選擇是 把一種水平的水平 一種水平均溫到另一種水平均溫 但是另一種水平均溫 是要把牠們放進一個研究 或一種水平均溫 然後把牠們放進一個水平均溫 然後把牠們放進水平均溫 注意是因為恢復大寶礁生態 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大寶礁臉色慘白 就像是重症病患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示 世界遺產地位恐怕不保 如果地球再不退燒 大寶礁的未來恐怕是一片死急 大家新聞做不先編譯 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